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比特币阿里的频道那咱们今天视频呢来聊一下 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吧那第一个呢就是比特币的一个行情的分析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跟大家来闲聊一下降息的一个事情啊 另外呢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题目以及头图上面显示的啊 那币圈即将出现巨大的这个机会啊咱们主要来聊这两个方面的一个内容啊 那在本期视频开始之前呢做一个免责声明的本期视频 纯属个人观点分享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 那如果说你对币圈呢不是很了解请不要轻易的把你的资金的投到币圈里面来 因为这个行业呢是高风险的一个高风险高收益这个一个行业 那如果说你不懂的话有可能会失去所有的资金 那如果说你想快速学习并且在里面开始赚钱的话 你可以考虑加入我的这个会员群 那加入会员群的时候呢你可以在这个描述区呢 加入我这个免费的电报群那找到这个群主也就是我本人 然后呢就可以私聊了啊 好那咱们开始今天视频的第一部分的内容 大家看一下目前大家看到的是比特币目前的一个走势啊 那如果说你是我的另外一个频道 立歌区块链日报的观众的话 那么你可能会看到对这个图片呢非常非常的熟悉 那这个白色的区域呢就是呃 我画出来的一个61,000的61,000附近的一个压力位 那么目前来看他在9月13号的时候试图往上冲 但是呢给掉了下来那么这这两个绿色的线呢是一个收敛的一个三角形啊 那这是四个小时头出现了一个收敛的三角形 那么在今天的时候今天早上凌晨的时候跌破啊 五点钟的时候跌破跌破了之后一直在下方了 那这是目前的一个走势 那么也就是比特币在试图往61,000的方向去冲 但是呢呃冲这个61,000失败了 那咱们在这个立歌区块链日报里面每天晚上10点啊 在这个美国西部时间洛杉矶时间的每天早上7点钟 咱们都会跟大家去分析一下这个清算的地图 那么我们在清算地图啊 在这里也跟大家来打开看一下吧 那在每天的这个清算地图的这个分析当中 咱们就能看得出来那目前比特币呢 它是一个呃期货主导市场 那么用现货操纵价格来用期货来赚取最大的利益 那么我怀疑啊 这里面的现在这个庄家主力庄家控盘的资本呢 有可能就是几个大的交易所联合起来了 呃因为他们知道现在交易所呢赚钱也很难 因为没有好的这种市场的行情出现 那么他们的交易费用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低啊 那么他们为了在这个圈里面呢继续收割 继续完成这个赚钱盈利的这个模式呢 那么他们就会联合做庄啊 这我不知道我的猜测准不准啊 因为我没有一手的资料 我只是感觉到会是这样子的 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的呢 就是币安的这个清算的地图 那我们看到非常明显啊 这100倍50倍以及这个25倍10倍杠杆全部一清二楚 那主力庄家的同样的道理也是看的一清二楚 所以说在这个行情里面呢你去做合约啊 不管你去往哪个方向去开 那么最后的归宿呢都不是太好 那我希望大家开合约能够的赚到钱 但是事实上你是很难啊 就是持续的稳定的去这个盈利下去啊 好那咱们接着来看一下这个比特币的一个情况啊 那其实按道理来说应该是昨天收周K的时候呢 是跟大家去做这个视频啊 但是呃昨天有一些事情给耽误了啊 好那咱们把这个所有的线都去掉啊 去看这个裸K 那目前的整个的这个行情啊 周K上来看整体的还是这个低点 越来越低的一个行情 那如果说咱们继续前面的这种这两个指标的话 那我们看到呃这个指标呢 在往下下降 那这个指标呢 Stoch RSI 那么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出现想要出现一个金差 呃那上周其实涨的还蛮好的 上周的行情是涨了百分之七点七七 涨了四千两百六十七点 但是呢这个行情没有持续 如果说不能持续下的话 那这个金差呢就会马上就变成死差 那咱们如果说继续看两个礼拜的图的话 两个礼拜的图 那个也是在试图形成一个金差 呃那么这两个礼拜 如果说继续上涨的话 那可能行情会有一个好转 但是呢目前我们不知道啊 我们不知道 那这就是以上的就是一个 一个比特币 这个短时间内的一个走势 那么我们如果说结合大环境来聊的话 那就是聊的要多了啊 那咱们就是进入今天视频的第二部分内容了 那就是 币圈最近在发生什么事情啊 那如果说你不是关注X平台的话 不是关注很多博主的话 你可能不知道 那么在昨天晚上 我们这里昨天晚上的时候 币安呢 呃上了一个小写的这个 这个Nero的一个一个狗币啊 上了一个小写的 那么之前他是上了大写的这个 这个Nero的呃合约 那么按照道理来讲 上完合约就要上现货 但是呢 他们没有上这个大写的这个现货 反而上了这个小写的现货 而且还上了一个什么baby baby doge还叫什么东西啊 还上了一些上三个币啊 边上了三个币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人就提前知道了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这个老鼠仓啊 那有老鼠仓 就是他们上什么币呢 有人提前把这个消息给泄露出来了 泄露出来之后 还在一个博主的一个会员群里面给流传 那么截图呢 就是传到了推特上面 所以说整个市场的也是乌檐瘴气啊 那币安有老鼠仓 我也不是第一次听到了 那我知道很多朋友也都听到过这件事情 那币安有老鼠仓 意味着这个行情的根本就没有什么公平可言啊 你想要去赚钱 你想要 哎 我这个看能不能买一个买一个币啊 看能不能上涨 但是呢 人家有老鼠仓的 那才是能够真正赚到打钱的人啊 所以说呃 整个行情乌檐乌檐漲气 然后市场没有任何的一个热点出现 那么还有一种宏观层次的这种形式呢 就是要降息 那也就是在明天后天啊 9月18号 我这里的9月18号的时候 那美联储呢 他有一个一加息的会议 一息的会议 那这会议这个会议呢 有两种声音了 那目前主流的就是说要降息25个基点 那么很多人也说哎 有可能降息50个基点 那降息50个基点的这个概率啊 点针头的概率呢 已经开始足不的在增加了 那甚至呢 今天有一些这种投行的人研究员呢 说呃 是不是有可能还要降息75个基点 那么我自己也思考了一下 我也看了很多博主的一个观点啊 那么为什么呃 降息50个基点的声音出来之后 市场开始大跌了呢 这是什么逻辑在里面呢 那我翻了一下很多人啊 那么他们也没有说出来太多的这种观点 正确的这种逻辑里面啊 那我想大概呢 是这样子的呃 降息50个基点呢 是因为美联储看到了衰退的迹象 那如果说降息75个基点的话 那也就是衰退呢 是很难短时间之内把这个遏制住 也就是美国的经济呢 要即将进入这个硬着陆的这个状态 那硬着陆的话 就是说意味着要有一个 呃 这种资产大幅度贬值的这种情况出现 那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对吧 那我目前我倾向于呢 这个是降息50个基点 而不是呃75啊 75这个让人很难接受 那么即便是降息50个基点 也是意味着美国经济呢 即将出现新的一轮的衰退 那么这个衰退呢 一旦出现的话 他这个打击面对金融行业也好 对实体行业也好 整个的打击呢 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如果说出现衰退了 那么意味着加密资产呢 将会大幅度的贬值 那么也就是即将会出现 我们要希望看到的一种抄底的迹象 那么比特币如果说再次回到五万以下 那么我就会大幅度的去买入了 那大家也可以去买入一下 那么目前呢 情况呢 就是整个币圈 我们刚刚也聊到了币安的情况 那么目前整个行业不景气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啊 那我今天呢 也是跟宏观的一个博主叫周一流 我在这个社区里面也分享他的频道 给大家了一个一个女孩子啊 他的频道做的非常非常的好 我觉得整个讲金融宏观层次面的这个博主呢 我觉得他应该是首屈一指啊 应该是做的最好的了 那么我今天也问了他一个问题 我说传统的金融行业怎么看待我们这个币圈子 那么他给我的答案呢 他没有说太多啊 他说我们不怎么碰加密货币 那我就理解了 那这一点呢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 就是第一个呢 就是在传统金融来看 那整个币圈呢 诈骗项目居多 那么他们的资金呢 通常呢都是受监管的资金 那么对出于对股东的一种这个负责任 他们不会轻易的把钱放到币圈里面 那第二点呢 就是是不是说比特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这里面呢 我只限于是比特币 而不是其他的任何的山寨币啊 那在我的这个眼里呢 除了比特币 那其他的所有的币都是山寨币 那么这个山寨币目前处于一种什么样子的一种状态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去聊一下这个事情啊 那山寨币目前呢 就是很多项目啊 可以说是99.999的项目 目前呢是没有一个稳定盈利的一个模式 那这是最大的一个痛点 那么在于传统的金融来看 你投资一个股票 那这个股票 他没有稳定盈利的能力的话 那么也就是不能够给股东持续的产生这种分红 那么也就是意味着这个估值呢 不会往上上涨 那么我为什么要投资你 那所以说我们绕来绕去啊 投来投去 炒来炒去 那么最后呢 万变不离其宗 那么我们最后又回到了什么呢 价值投资的这个里面来了 那么币圈里面到底他有没有这种稳定盈利的项目 有没有可以持续赚钱的项目 一定是有的啊 那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那但是呢 很少啊 我觉得呃 一只手应该能数得过来 那么我说 我所说的这个 即将出现重大的投资机会 那么也就是说 在美联储在降息50个基点之后啊 那我希望是这个降息50个基点 那有可能他会降息25个基点 把这个摔退的往后顺延过去 那么这也就是可能会印证了这个之前啊 咱们也聊过的神鱼说 那要做好准备 要做16到19个月的这个苦日子的一个准备 那么如果说是降息25个基点 那个这个摔退呢 就会往后延推迟 那如果说是降息50个基点 那也就是美联储看到了 我们所没看到的一点 就是衰退已经开始了 呃 那我们做两手准备啊 如果说近期短期之内 资产的大幅度的变值的话 那么你要去抄什么样的底子 一是比特币 第二呢 就是有稳定盈利的 这种币啊 这种项目 那你如果说问我 哪一个有这种稳定盈利的呢 那其实我要说说 推荐给大家以太坊 大家肯定说 哎 你是推荐这个毛啊 那其实以太坊是有盈利能力的啊 呃 第二个项目的就是 这个Solana啊 第三个就是 称link啊 那我这是我自己的观点 我肯定会 呃 优先去抄底称link 然后是Solana 然后是以太坊 呃 那不是优先啊 他最开始的一定是比特币先把比特币买够了之后再说着其他的三个那你要是问我带有其他的有没有的那其他的我都不会再去抄底了啊 那我相信在这一轮的这个行情在这一轮继续如果说继续这么萎靡下去那整个圈子里面再继续这么呃往下下沉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看的前排名前20的这些很多的攻略很多的垃圾币啊 那下一轮我们就可能就看不见他们了 那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关我的一些观点我的一些思考啊希望对你的投资啊有一点点的帮助啊那如果说你觉得有所帮助的话请一定给我点个赞订阅咱们这个频道啊 ok好那么咱们今天视频先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